各位記者大家好 關於高庵安市長被資社會提起被信告訴 我目前是不起訴,但是助理會議案確招起訴的事件 我作為台灣民眾黨黨主席,還是要表達我的看法 我發現高庵安共識多年,我知道他是一個認真謹慎的人 所以我相信他絕對沒有貪污的企圖 因為要貪污的人,不會帳戶記得這麼清楚 還記錄到說幾元幾元這種記錄 所以我相信他是絕對沒有貪污的企圖 所以我也支持他能夠提出證據,為自己的清白混戰 那麼這起引起社會關注的案件 檢察官在起訴上還特別註明說態度不佳要刺頭公權 事實上在去年的選舉期間,特別在偵辦過程 也違反這個多次違反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來進行醜化公安的這種形象 那麼司法是國家最後一道防線 他應當是被人民信任 然後也應當要符合比例原則 所以對於目前像上個月,林志堅市長也因為幸福棒球場案件被移送監察院 那最近中央政府更為了前瞻預算的這種完工率低 特別預算編列扶爛 還有最近綠能光電的這種相關的案件 其實更受全國矚目 事實上民進黨也沒有針對這些問題 反而是採取一種迴避的態度 所以我還是支持高公安為他的清白繼續奮戰 那麼本案的起訴內容其實早可預料 因為在選舉期間就已經鋪天蓋地的打擊高公安 我想大家應該對去年在選舉期間的印象一記猶新 那檢方的起訴內容毫無意外 不過是這樣 一審的時候法院是公開審理 這時候就要接受旁聽還有整個社會公開的評論 所以我想這個我還是支持高公安 去全力捍衛自己的清白 好就這樣 我想這整件事情我希望說在後面 其實當然進到了這個起訴的階段 那檢察官的這個新聞稿裡面 大部分都是他個人的見解 那我也知道說其實跟過去一般的這個法院的實務見解 我相信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如果貪污今天可以這樣判的話 我覺得那真的是史無前例第一件了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接下來在法院的部分 我也希望法院還是回歸到法律 回歸到司法 我今天所提的所有的這些證據 到時候在法院上我們也會好好來跟法官說明 那同時在這過程當中我也要對於這個檢察官的草率起訴 以及沒有進到對於被告有利不利一併注意的這樣的事情 我也必須要接以譴責 我希望說今天大家不要去做政治的判案 今天我身為一個新竹市長 我其實我覺得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新竹市政顧好 所以我會努力的來面對接下來的這些法院的攻防 我也相信在這些法官的專業的判斷撇去掉政治的考量之下 這件事情終究會還給我跟我的助理真正應該要有的清白 我會努力的為我跟我的助理逃公道 在接下來的法庭的訴訟上 那我也希望所有的新竹市民放心 我一定會加倍努力把新竹市政給顧好 關於第二個案子的這個貪污之罪條例跟偽造文書罪的部分 我想其實這個案子我想在一開始在偵查的一開始的時候 我想檢察官就已經認定就是要起訴我貪污 因為其實在這過程裡面各位可以看到 無論是說在檢查偵查過程當中 明明是在一個密閉的偵訊室當中吃的便當的種類 或者是說有許多在偵查當中連本人都不知道的訊息 都可以透過不管是從媒體或者是名嘴或者是網路 各種不同的爆料去帶風向 我想今天得到這個貪污起訴的結果 其實真的一點都不意外 那我想這過程當中也對於這個 不管是這些訊息的外露或者是選擇性的揭露 然後讓我變成是一個好像直接已經在社會上 人設毀滅或罪犯的這個形素 我想這件事情也造成了為什麼大家說偵查不公開 其實就是希望所有裡面的這一些偵查的過程 不管是檢察官或者是我們今天所有的證人 或者是涉案的這些相關的助理 大家的心證必須要是純粹基於事實 如果說今天我們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些選擇性的揭露 讓整個案件不管是從社會的一些輿論的形素 或者是對於這些相關案件的助理 我覺得其實在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從整個偵查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已經是台灣史上偵查不高開最典型的一個笑話 以下多名高性被告等案件的偵查結論 假官認為罪協不足為不起訴出份 起訴解要事實說明不相 高性被告身為立法委員 理應將立法院編列之公費助理經費 用以致應助理薪資金價半費 而不得奪作他用 前期每個月定領有立法院伯父之問證費用 7萬元可供應用 經未將問證費用用於辦公室支出 前期致死無意將全數助理經費給予其聘用支助 反而要求四位助理配合以虛報與合報總額報滿的不實方式 向立法院請令助理薪資至每個月上限42萬美元 加班費上限8萬美元 扣除真正實際要給助理的約定薪資及獎金之後 要求助理將多報的差額繳回 於助理配合繳回後 將款項供其個人自行運用或挪為實用 甲官認為被告以此方式詐領之不法所得 總計金額為46萬頂30元 和涉犯貪汙制罪條例 必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務罪 及刑法時偷負員登載不實罪行 其餘取述內容請參閱新聞資料 本案量刑意見說明如下 甲官建勤法院審酌 高姓被告擁有澳人的學歷經歷 每月領有畢為薪資19萬美元 及問證費用7萬美元 個人財力豐厚 竟分毫不用上開問證費用 反而壓榨其下屬助理 配合共同虛報或服報助理薪資 及加班費 向立法院詐取人事費 留用於委員辦公室及其私人資助 主任高姓被告 公私不分貪圖 為支應其他開銷 而操控助理閒資 榨取助理費 且犯後態度不佳 又卸責給助理 請法院託語量刑 並宣告此不公權 至於在偵查中自白犯行的 黃姓及兩位陳姓助理 犯後態度良好 且沒有獲取犯罪所得 均請依探汙治罪條例第八條 刑法第31條 刑法第59條等規定減輕其刑 並給予緩刑之宣告 理性被告部分 請每個月雖然零有2萬餘元 至5萬餘元不等之助理薪資 但假官認為 其確實有實際從事助理工作 且工作內容屬於助理範疇 也沒有配合剿回之情形 仲任其另有其他堅持 亦無從認定有詐領助理費之犯行 因任其罪行不足 令支撤會對高性被告提告背信等罪議案 假官認為 依告訴人所提出之施政 及偵查中調查所得證據 並無法認為被告有背信、詐欺等犯行 而不起訴除分 詳細理由請參閱新聞資料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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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